说话间 车子就开进了一个驾校 早有一个长得矮胖的人 迎了出来 一眼看到彪子 这人就忙道 何少嘉连有事远迎啊 何彪一指王小飞道 这就是我打电话说的人了 你找一个教练教一下 我早就准备好了 请随我来 说话间 王小飞已是看到一个中年教练 开了一辆教练车 等在了那里 我叫李飞 不知道你以前会不会开车 王小飞微微点头道 哦 学过 不过还是请教练再帮我讲一遍 李飞就微笑着 让王小飞坐在了里面 然后详细地介绍了起来 一边听着李飞的讲述 王小飞的头脑里面 一边记着李飞的操作 在李飞讲完之后 王小飞又请李飞开着车子 做了一些考试应该要求的行车动作 一遍下来 李飞疑惑地看向王小飞道 要不你来试一下 王小飞早已把对方所讲的内容记住 心中暗想 这事儿比起修真就简单得太多了 行 我试一下 第一遍操作对王小飞还有些生疏 在第二遍时已是很熟练 到了第三遍时 王小飞的操作完全与那教练的操作 一个样子了 看着王小飞那熟练的操作 李飞疑惑道 你以前有过驾照吧 在李飞的想法中 王小飞的动作应该是 已经有了老驾照的人 才能够操作的技术了 王小飞学会了开车 也是高兴 笑了笑道 学过学过 行了 我也没什么可教的了 你这技术已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只需要路上小心一些就行了 秦海等人刚在那办公室里面 喝了一杯茶时 就看到李飞带着王小飞走了进来 那驾校的经理就看向李飞道 怎么就回来了 李飞苦笑道 人家是老驾了 技术好得很 我也没什么可教的 动作标准得很 就算是现在考试 也完全没有问题 这下子就连秦海都吃惊道 真的 李飞道 真的很不错的 上路时只需要小心一些 就没问题了 行啊 你小子还真是一个全能心的人才 行了 把表填了 再交一张相片给他们 让彪子帮你去办 明天就拿下证来 何彪就笑道 既然是数量工 那就好办了 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打个招呼 连夜他们也得给我帮你把证办好了 走 我们去吃野味去 我知道省道上有一家馆子 那野味真是不错 填了表 又去照了相之后 那驾照的经理拿着相片 就去帮着办驾照去了 王小飞根本就不必管这事 车子一出了城 秦海就对王小飞道 你试一下 我看看你路上的情况 看到两人都放心让自己来开车 王小飞道 万一无证价车查到了的话 可是你们让我开的啊 何彪就哈哈大笑道 放心好了 在这一亩三分地上还真没人敢管我 放心 有我啊 王小飞刚才就看着何彪开车的情况 早就已是想试一下 换了座位之后 王小飞就开了起来 开始时 王小飞还开得慢 逐渐的 王小飞也找到了感觉 特别是他现在是修真者 在神识的探查等方面 比起何彪就强得太多了 车子是越来越快 穿行在路上 车子如行云流水一般 哇 你以前是开过这种跑车啊 何彪吃惊地看向王小飞 开始时 何彪还有些担心 不过 看在秦海的面子上 他就算是担心 也只能让王小飞来开 到了这时才发现 在驾驶之上 开始时 王小飞明显生疏的样子 现在是越来越得心应手 忍不住就温了起来 2